新闻大白话可以正式加入会员了 可以观看不定期的独家影片花絮 还有神秘小礼物不定期抽奖的优先资格 再一次邀请您加入我们的会员 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 现在在这个太平洋 是不是紧张情势更升温了呢 我们看到7月2号的时候 日本的防卫省是公布了 说有三艘的俄罗斯船舰 是经过台湾东部外海北上 那这个图比较小 帮大家画一下 它的位置大概就是从这样子 从这个台湾的东部外海这边上来 那经过这个日本外海这边 好那这个它经过日本的海域 这为什么大家觉得说很惊讶呢 因为这其实是防卫省首次通报 说有俄罗斯的舰体开过他们的海域 好我们再回顾之前 其实这个2018年3月份的时候 当时天皇名人夫妇 他第一次访宇纳国岛 远眺就他们说 到底台湾岛在哪里 这是不是也有一点轻飘的意味 好那不过产经新闻就说 台湾和宇纳国岛间的海域 其实这个共舰是常态的部署 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边 当然这个局势它还算是蛮重要的地方 那根据日本政府高官和台湾军方消息人士 透露是说有一艘中国大陆的军舰 是常态部署在日本最西端的宇纳国岛 而且和台湾之间的海域当中 那是24小时都在待命的 不过现在看起来 这个俄罗斯的动作 是不是也是要反击英日呢 因为现在他们这个跟美国一起 要联手制裁 所以普丁也下令说 俄罗斯的企业要接管萨哈林2号 我们先来带大家看一下 这个萨哈林2号 它产出的天然气 是占全球市场的4% 尤其它的主要客户是日韩中 那俄罗斯的天然气 又占日本的进口天然气 是8.8% 大部分都是从这个萨哈林2号 而输入的 所以他现在如果被这个俄罗斯企业 直接接管的话 换句话说 恐怕会加剧日本的缺电危机 这个也看得出来说 日本政府当然现在也非常两难 因为他们一方面要讨好美国 跟美国老大哥一起 那是这个如果自己 先出现了缺电危机的话 那还得了 那普钦现在对这个油漆的项目的法令 所以在这个日本的日经新闻 也说确实让日本是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那不只是日本 我们看到的还有是这个澳洲 因为金融时报就说 这个中国大陆崛起 推动了亚太国家 拥抱北约 你看纽西兰的总理也呛说 这个对大陆在太平洋地区的野心 他们是觉得非常的担忧的 不过随着说在这个重大陆 如果真的在西太平洋 和美国摊牌的话 那澳洲会不会先是首当其中 受到冲击呢 有专家就点出说 面对中国大陆的军事威胁 澳洲将会相当的两难 两难的原因是说 如果说真的爆发战争的话 那他们如果要相挺的话 那他们是会不会被推到第一线 可是被推到第一线之后 美国等其他欧洲国家 真的会来持援吗 因为北约亚太化的核心 就是这个日韩澳纽 那当然就有专家是非常不看好的 他们说这是虚多实少 如果真的要打仗 就算是北约 他们第一个光是距离问题 就非常的遥远 那一群人绝对不可能会来帮忙 不过在北约上 我们看到其实也是首当 的剑指中国大陆 说要提防中国大陆的野心 那美国这盘旗 大家很关注的是 接下来欧洲大国会怎么走呢 会不会这个扩大到印太 但专家当然就不看好 那瑞典的这个 有这个席乐研究所的主席也说 这计划让北约反对中国 他说这个太荒谬了吧 莫斯科的研究中心主任也说 德法西义等大国会认真思考 和中国大陆进行军事对抗的后果 那当然他说他认为啦 这试图会对拜登所谓的 印太计划会先踩一个刹车 因为这后果恐怕是不堪设想的 那外交政策的杂志也说到说 拜登的印太经济框架是证明了 其实呢美国无力用市场准入来谈条件 换取他们的地缘政治盟友 大陆的外交部呢 这个司长就也说 针对中国大陆的经济版北约 说这个真的非常的危险 那接下来进一步 美国有没有可能会在这个 其他地区来开启代理人战争呢 因为就有传出说 会展开代号1271的代理战争 因为我们看到刚刚好 这个美国媒体就说 有23次当中 其实你发现至少就有14次 是发生在中东以及亚太地区 先请教立将军 这次北约峰会 我觉得它有两阔 哪两阔呢 第一个是阔军 北约阔军 我们知道他这次的峰会之后 他决定将他北约常备的兵力部署 从4万人提升到30万 也就提升7倍多的兵力 然后而且他这个要要求北约各国 这个就是兵费的幅度 要提高到2% 2%是多少呢 就是北约各国加起来的话 会到3300亿 其实俄国本身 他年度里面的军事预算 也不过是五六百亿 你提升到光一个北约 就提升到330亿 然后再加上美国自己本身 有8000亿美元的这种国防预算来讲的话 其实他军力来讲是大幅的增加很多 其实有没有必要增加到那么多 我觉得这东西我们可以去判断 等一下我再说明 第二个他扩的是什么 就是扩大 他扩大扩大来讲 第一个当然就是很明显 就欧洲地区来讲的话 他将芬兰跟瑞典这两个入约 这两个国家来入约 第一个扩大 第二个他想要扩大的就是扩大到亚太地区来 就是亚太 日本 韩国 纽约 纽西兰跟澳洲这四个国家 希望他们能够加入北约 所以这次也请这四个国家 去参加北约的峰会 可是这个企图 为什么会有这种企图 因为美国事实上 他只是借说中国崛起 还有北韩的威胁 其实他最终的目的 他只是想要扩大 他在全球海军的一个霸权的一个地位 不要倒下来 我们知道目前来讲的话 中国来讲 虽然他海权上面来讲 他不管是航母盖了福建号 或者是说他在海军方面 有强大一个长足的一个进步 但事实上对美国对欧洲来讲 尤其是对欧洲来讲 他事实上没有什么威胁 那为什么要把中国列入他的威胁之中 我觉得最大一个目的 美国最大一个目的是想要 给他自己在亚太地区建立他海权霸主 一个借口 可是他这个企图其实要达成很难 我们所谓北约亚太化 其实很难 第一个我们看日韩这两个最主要的 东北亚国家 其实日韩自己本身的这种矛盾很多 韩国来讲的话 日韩之间其实从 我们都知道大部分都是卫安富 还有独岛的领土争议 其实我们从历史上面来看的话 日本从封城秀吉 也就是他幕府时代就开始侵略韩国了 所以他们那种恩怨情仇 其实是很几百年以来的恩怨情仇 现在要他们能够坐下来谈是很难的 第二个我们讲印度亚太的 印太战略的印度来讲 印度其实是在军事上是不结盟的国家 尤其现在俄乌战争 他希望从俄国那边得到很多天然气 或者是石油的资源 这种状况来讲的话 他在军事上要跟美国同盟是很难的 所以美国在亚太地区来讲 他对亚太地区各国来讲 大部分都是他自己跟这些国家建立一个单边的关系 很少说写成一个结盟的一个关系 譬如说我们讲 他跟日本是美日同盟条约 跟韩国是美韩共同防御 跟菲律宾也是美非共同防御条约 跟澳洲来讲是澳美安全协约 所以他是美国单独跟这几个国家建立 这几个国家之间 彼此可不可以建立一个像北约这种同盟 我觉得说可能各国之间的争议问题还很在 这次来讲 俄国军舰从日本中间上面经过 其实他很明显的 还有哈萨林二号他要给他制裁 我觉得很明显就是 不是下马威 他就回应他说你日本要去参加北约 我给你一个回应 在军事上我用军舰去绕你日本 经过云纳国岛用这三艘军舰 还有之前在日本跟中国一起绕这军舰 等于说回应他你要入北约 你去参加北约这个峰会 我给你军事上的回应 那经济上的回应就是 在这个 萨哈林二号这个天然气的生产 目前来讲 俄国来讲还是给他一个谈言说 我没有立即要断气 可是很可能就说我随时说断就断 在枯越岛那边是俄国的领土 那日本这两家 这个山井跟三林这两家商业公司 他投资了22%的股权 会不会就只泡汤什么都拿不回来 尤其最严重的 其实日本跟我们台湾很相似的就是 事实上是一个就是没有天然资源的一个国家 没有天然能源的一个国家 他所有的能源都必须要靠外来的进口 如果一旦少了个9%的天然气供应 对日本来讲不管是 尤其他现在核电那种又面临到一个空窗期的时候 他要不要重建核电还在一个问号之中 如果天然气也被断掉9%的话 对他国内目前已经是日币贬值的 这种很严重的状态下 会不会雪上加霜 我觉得都有待观察 当然我觉得这大国博弈 你参加北约我就用这 不管是经济或军事上来对你做要挟 所以你做威胁 做一个回应 我觉得这是大国博弈下必然的结果 因为老师怎么看说 现在在美国有可能秘密 真的秘密展开所谓的 这个1271代理人战争吗 那这个代理战争可能会到 这个亚太或是其他地区 这个不是可不可能的问题 他已经干了好多次的代理人战争 1271原来的话 最近美国五角大厦里面的公布 他们确实是有这个计划 就是说对美国来讲的话 打这个代理人战争 对他来讲是成本最低 效果最好的 而且你还可以知道 人家打得不可开交 还装着一副凌然正气 然后来协调和平 这个代理人战争是最好的 现在的话 整体的局势 我想要从一个文化的传统的高度 来看一下这个问题 我必须要先强调 首先第一点 我们这个文化 中华文化 除了强调和平以外 就是比较懦弱了 不会动不动就开战了 我们叫人家战斗民主 我们不会叫自己战斗民主 因为我们这个感觉上 除了蒙古人以外 他们到底蒙古人算不算 就是他们自己这个文化 传统都是不是一致 就跟我们有很大的差别 我们另外有一个的话 我们就不善于跟人家交往 你知道吗 我们基本上做什么事情 那这个这两个现象的话 你都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说大陆的话 开口闭口就是和平崛起 然后大陆的话 基本往来的时候 就是强调 绝不拉帮结派 绝不干涉人家的内政 这个做法跟美国刚好相反 美国跟英国 他们最喜欢干的事情 就是说对外表现得很强横 然后就是喜欢拉帮结派 表示自己的话 德不孤必有灵 你可以看得出来 北约在扩张的时候 这个北大西洋公约 在地理位正常是强调了北大西洋 这个现在要搞到北太平洋来了 然后它本来是一个防卫型的 一个集体安全组织 现在变成一个要主动攻击型的 因为的话 另外有一件事情 我原来搞不懂 我现在终于搞懂了 就是我刚刚进行的文化分析 为什么美国一定要把 中国跟俄罗斯绑在一起 那么因为他就看准 他自己用这种非常强悍的手段 然后要联络这个北大西洋 这个三多国家 然后给予这个同时 可以中国跟俄罗斯一起这个压力 但是实际上你要记住 这个三十多个国家一点都不团结 但是这两个国家 现在你逼得你 它变得非常团结 我都不好意思讲 现在俄罗斯要对日本 手段是越来越直接 越来越凶狠的主要目的 就是日本有两件事情 是卡在俄罗斯手里 第一个 那个北方四岛的话 你现在可以看得很明显 原来的话是跟你谈 就是你有期望 恢复收回来两个岛 你不要你不要 现在一个都没有了 谈都不要谈 另外一个 刚刚丽将军讲得非常清楚 这个什么沙哈林 这个其实讲的就是 我们以前叫的库业岛 这个北方日本 这个日本人非常羡慕 俄罗斯占据这个西伯利亚 加上这个整个这个库业岛 还有砍塔加半岛的事情 羡慕什么 能源无限 现在日本跟英国联合起来 投资他一半的股份 目的是 就是说日本要确保 他的天然气的来源 是有重要的产地 这样的话 三菱跟三菊都要不惜 重金去参与这个工作 他们的目的很简单 就是说你要确保你的来源 你自己当老板是比较简单 那俄罗斯现在刚好 我不晓得俄罗斯是为什么 但是他一点都不害怕日本人 除了在军事上的威胁以外 在能源上来讲 你不制裁我吗 你现在的公司给我滚蛋 就这么简单 然后担不断气由我来决定 所以你要买气可以 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来讲的话 日本原来是认为他身亡远虑 但是岸田文雄现在的做法 跟他自己长期规划的政策 是真的是完全相反的 日本原来在我的印象中 是一个非常害怕战争 希望和平的民族 现在不得了 死灰复燃 军国主义的思想又已经开始响起 但是这里面最早被人家注意到的 就是俄罗斯跟中国 就是特别注意 所以说日本的岸田文雄 还能够跳多高 我们可以事物以待 慢慢看一下 冰哥怎么看说 你看现在这个日本 他们也是面对俄罗斯 那两难 那你看到日本呢 日本除了之外 还有澳洲也是如此 那从这两个国家 这是不是就证明了说 这更不能我们压保 压一边 你刚刚讲到代理人战争 其实对美国来讲 他在西太平洋这边 他想陪着两个代理人 就是日本跟澳洲 他就是希望日本跟澳洲 想办法去帮他对付中国大陆 他的目的就是这样子 可是我是觉得 日本跟澳洲两个真的还蛮傻的 为什么 因为你日本 你日本是在最前线这个地方 你跟你对面那个韩国 虽然也是美国的小弟 可是韩国跟你是 几百年人都不对盘的 你本来就要分一步的力量 去防韩国了 然后这个时候 你还同时得罪你旁边两个最大的国家 一个俄罗斯 一个中国大陆 那请问一下你到底在干嘛 我觉得你不是自己在找自己的麻烦吗 正常的状况是你大人家的小弟 有事要叫老大出面 结果你是小弟先跳出来 那是干什么 你是准备为老大牺牲奉献吗 这就是脑袋怪怪的 所以现在你被俄罗斯这样对待 我觉得那是你自己找的 因为你当初国际在制裁的时候 你第一个跳出来 然后对俄罗斯指指点点大呼小叫 那你这样对你很合理 你制裁我就制裁你 这不是一样的东西吗 大家平等对待 所以日本也没什么好抱怨 因为这是你自己选择的结果 但澳洲就更奇怪 你看澳洲一直在讲说 中国大陆这个军事发展 对我们会有压力什么 大家随便看看地图的时候 澳洲离中国大陆多远 远到一个吓死人的地步 奇怪 他到底要怎么样威胁到澳洲 我才想不太懂 然后再来 你忘记你的大哥叫美国 美国是全世界最强的海军 假设有一天 中国大陆的势力能够发展到 影响到澳洲 你知道是什么事情吗 那表示美国的军队已经完蛋了 美国的势力 你应该从西大平衡逐出去 才发生这种事情 因为中国大陆的势力要发展到 能够影响到澳洲 表示他的军事势力 必须要发展到第二岛链以外 那请问一下 那到那个时候 如果连美国都挡不住 你怎么会认为你澳洲挡得住 所以我觉得澳洲这个整个战略 是非常奇怪 正常的状况是 你澳洲当然要有自己的军备 没有错 但是你没有必要什么事情 都跟着美国走 因为你的国家人口并不多 你的税金也是很珍贵的 你把一大堆东西都投注在军事设施上面 请问一下你要防的敌人到底是谁 而且这不是美国应该要去做的事情 美国想要当世界警察 要做世界霸主 那你自己要输钱出力 结果现在是你在帮美国出钱出力之后 到最后你有什么好处 我也看不出来你有什么好处 到最后是让美国得到好处而已 其实我觉得也是因为这样子 我断言这个所谓的整个北约 扩展到太平洋这个计划是不会成功的 因为这些国家的人民 到头来还是会想到 我自己的真正利益在哪里 同样就算即使是本来北约的成员国 对这些国家来讲 我当初为什么跟你美国结盟 目的是要防俄罗斯 可是这次俄乌战争 其实让大家看到一件事什么事 除了核子武器之外 俄罗斯的传统武力其实还好而已 对他们的威胁其实没有大到那种地步 其实就算今天没有美国的协助 如果我们单以传统战争来讲 欧洲这几个国家其实就防得住俄罗斯 俄罗斯看起来能力也没有大到能够直接侵入欧洲 不像过去冷战时代威胁性那么大 所以在这种状况下我觉得 北约这些国家才不会花这么大的力气时间 来到亚洲来去帮你美国去围堵中国 他干嘛要做这件事 中国到底对他威胁在什么地方 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些国家 当然因为美国是世界霸卒 我还是要给你一些表面上面的面子 可是真正实际上会出多少力 我认为都不会 顶多就是像去年那个时候 不是法国英国就派他们航母 人家就转一圈转一圈就回去 也没有发生什么事情 其实大概就是做这种表面功夫而已 其实就是说在这个大国博弈之下 那像台湾也是这样的状况 那是不是说我们也不要太过于 就是跟着谁走呢 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咯咯咯 咯 咯